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G修讯方评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Bridgeland这个社区的一套小房子 这个房子面积不是很大,在3000池以内的,也就是2000来池的房子 但是售价却败到了在42万左右或者是在45万左右的区间 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面积价格还挺高呢 就是因为它是Darling Home这个建商的 其实买房子这些建商的选择跟你买衣服买包包还是差不多的 有比较高中的建商它就相对的价格就比较高 也有比较一般一点的建商它就会很经济实惠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社区依然是Bridgeland我很喜欢的一个社区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种高端建商的小户型是什么感觉 如果您对搜索的意识感兴趣,欢迎在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 我是GG,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户型是一个小户型 但是它很现代风又是Darling Home这个很好的建商的一个户型 我们来看一下 一进门是很高调的 小户型囊做出大气的感觉就是最受欢迎的一种 因为它一进门就没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同天高调 然后呢也是分左右手两边,右手边这边是他们的办公室 其实就是车库了,所以这边我们不过去看了 我们看左手边 左手边有两个房间,一个是书房 其实现在在样板间做成了书房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卧室 还要注意一下这个房子的条高是非常高的 这个条高基本上在13个费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这边就是一楼的其中一个卧室 但这是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这个房间呢是一个套间 卧室就在房间里面 这个房子面积稍微小一点 可是很精致,很温馨 好,现在我们就往里走 来到了主餐厅的位置 主餐厅是高调的 这样子 这种把主餐厅放在高调的这种设计 但是客厅不是高调的设计 还是不是很多 这种把主餐厅放在高调的这种设计 这一面呢就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旁边是衣帽间 衣帽间这边的这个门就是车库的门了 好,我们继续往里走 就是客厅了 他把这个客厅放在很深的位置 其实这个房子您能感受到 它是长条形的 并不是横宽形的 我之前以前说过 横宽形的房子会价格更高一些 因为宽居越宽的房子售价越高 而深的长条形的房子 可能售价就会稍微受一点影响 所以在Darling Home当中比较宽的房子售价都比较贵 像这种在Darling Home当中算比较低价的房子 四十几万的房子才会做成长条形 但是这种房子就相当于女生买包 我买了一个Chanel 但是我买了一个Chanel的小一点的 很好看很实用的包包 它一样有Chanel的品质 Chanel的设计 然后Chanel还兼顾了实用性和实惠性 好 这就是它的客厅 我们再往里走呢 就看到主卧了 虽然房子总体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主卧的面积还是非常的好 飘窗 看 同样King的床 主卧整体还是很大的 再往里走 看 主卧洗手间也是很宽敞 是这样子的 两个洗手台 walking式的淋浴间 然后衣帽间分南宁衣帽间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边是另外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旁边是walking间 这个房子是把浴缸的位置 没有按浴缸 如果你想按浴缸的话 浴缸可以按在我指的这一块 那就没有硅子了 那就是另外一种设计了 是可以选择的 好 现在让我们先去二楼看看 一楼有两个卧室 或者是可以做成三个卧室 把书房改成卧室 二楼还有一个卧室 很适合小家庭 二楼上来 看 上来之后呢 这边就是放映厅活动的一个区域 门口有一个吧台 然后 很好的一个活动区 然后这边呢 就有一个卧室 卧室是套间 完全独立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洗手间 二楼就很小 基本上就是孩子的活动区域 或者是家里的老公啊 比较喜欢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的话 会设计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虽然说要门这个院子不代表什么 你买的房子的院子 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 您要的院子又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您可以选一个 一万多尺的大院子 您也可以选一个八千尺的院子 七千尺的院子 但是这个样板间的院子不大 可是它设计感挺好的 给大家一点灵感 一进一出来 有这样一个pediu 也是长条形的 一直延伸出来 然后呢 它就在这边做了一排植被 然后这样一个亭子 把室外厨房放在那边 我现在就很喜欢这种石板路 然后这边总是厨房 这个吊吊我觉得很好 然后这样看过来 整个房子 很舒服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房子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就是一个湖景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空地 就是我们现在在唯一一块可以盖这个湖形的一块湖景了 然后大湖的感觉就是视频里所见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航拍当中看着这个湖还不是特大 但是其实走到那边去湖还是很大的 整个圈走下来 基本上要在30分钟左右 这个地方 这就是休斯顿的Bridge Land这个社区 我们照常在大地图上来看一下这个社区叫什么地方 从休斯顿整体的大地图上来看 我们依然看得到休斯顿像北京一样 有三个环 一个环 然后这边两个环 然后这边三个环 三个环你看到这儿 这个南部是没有连接上的 然后再到北部这边没有连接上 也就是说只连接到一半 这一个三环就是99号高速公路 休斯顿跟北京非常接近 如果我们从中间画一条竖线的话 那这边是西边 然后呢 另外一边就是东边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得出来 大多数时候我们介绍的各种各样的区域都在西边 包括西北方向的Cypress 正西方向的Katy 然后偏西南方向的Richmond 再往下西南方向的Sherland 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买这个这一块 叫Rosenberg的房子 然后呢在这边Stanford Missouri City 就在这些地方 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还是我们照样只看今天的这个比较准确 我们看的是 西南方向Cypress Bridgeland这个社区的这一套房子 这个社区您在这个地图上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各种水系环绕 所以这个社区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介绍过很多次了 光这个活动中心有三个很大的活动中心 绿化非常的棒上过美国地理杂志 是休斯顿销量最好的社区 也是比较高端的 因为本身贵的有全定制房的一些区域 就是在类似这边这个区域都是全定制房 如果便宜点的话呢 也有在35万左右的一些房子 但是它没有太低价位 所以整体的档次还是不错的 税率是非常高的 有3.64那么高 但是学区非常好 看看它去亚洲城的位置 因为这个Cyprus离 这个 sorry 我们要搜一下Asian Town 到Asian Town基本上就是17分钟左右的样子 所以它去亚洲城是很方便的 但是如果去中国城的话 其实就有点远了 我看一下去Chinatown的位置 这个地方去Chinatown差不多要32分钟了 如果比较这个慢的话 还是就是要43分钟的样子去Chinatown 那我们看一下它去市中心的位置 如果去市中心的话 基本上也是在34分钟至40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Cyprus离市中心和Chinatown稍微远一点 但是环境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Cyprus离其他的 它这个周围的一些布局 打个比方说很多这个朋友都非常非常在意的 打个比方 学校 然后还有医院 这些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学校 这个整个社区都非常 这个社区很大 但是学校呢就在这儿 大家画一下 这边就是学校的位置 这边有小 有小学初中高中教会都在这个附近 那您看您不管住在这个社区什么地方 离这个学校都不会很远 都在社区里面 那这儿还有一个小学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初中和高中 所以三个地方分别都有学校 然后不管您住在社区什么地方都会非常近 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说活动中心的话呢也比较好 地图上还没有更新出来 这是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我用另外一个颜色标示一下吧 比方活动中心白色 这边是活动中心 然后移进门的这个附近 活动中心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活动中心 这边也是活动中心 所以它有三个活动中心 分别分布在小区的这个三个位置 整体来讲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个医院 是在什么地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离医院的距离 那您如果买这个房子的话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不管在社区的任何一个位置吧 然后它去医院的距离的话 就这样走 然后上这条290的这条路 然后医院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非常近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离超市 这边呢 整体就是这个社区 目前的一个规划 您看到的灰色这个土壤的地带 其实也建成了很多房子了 只是卫星图还没有更新好 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超市 因为每一个社区周边的超市 其实都是很那个近的 比如说这边 这儿有一个超市 然后再往前走 Fry row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小的plaza 然后呢 以后在这个位置 全都是商业中心 所以它的商业中心 也基本上就分布在三个角上 以后非常重点的商业中心 会是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边来分布 因为新房子 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的非常完善 但是Bridge Line这个社区 其实已经建了非常一大部分了 在社区 在地图上感觉很小 那进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很大 这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分布了 如果你对修东的地产感情 请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YG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